交通局表示 基北北桃公共运输定期票 从6月15号开放设定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6万张票卡 设定1200定期票 预计今年度使用总人数将达50万人 114年更可以成长到79.6万人使用 我们1200的月票马上就要上线实施 在实施前几天 我今天特别到我们桃园客运 在我们桃园后站的这个营运据点 连同桃园连同指南 一起来了解他们准备的状况 我们很期待说7月1号 1200上线以后 对于我们客运的运量会带来有所增加 但是也提醒我们的客运业者 要战战兢兢 随时面对这些运量的改变 随时做机动的调整 让我们的服务品质不要受影响 更长远的来讲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1200的这个月票 让我们大家习惯搭乘我们公共运输 改善我们公共运输的品质 最后公共运输变成我们生活里面 非常优质的一个交通工具 让我们这个整个交通的状况 能够走到净零碳排 大家就不要 能够扫开自己的自驾车 尽量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对我们整个疏解空气的污染 或是输解道路的拥栽都有非常正面的帮助 所以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客运的同步 能够在1200上线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把这些面临的挑战 能够慢慢的解决 让它品质越来越好 让我们的市民对于我们客运的服务有所信心 张山正除了失查目前各家业者的准备情形外 也听取三家业者的简报 借此了解目前三家客运准备的情况 就是要给市民一个完善的公共运输环境 那我们目前在112年的部分 我们2月至今 我们有参加了9场的人力招募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更加来宣传 市府现在驾驶薪资的一个补贴政策 那当然我们其实持续 现在正在进行中 就是持续延续一些已经离职 或退休的一个驾驶同仁 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的愿景 是非常的看好 而且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个补助 那目前我们6月共计有7名的离职同仁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回忍 但是因为现在的工作 还不能马上离开 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才可以再回来 那另外也有5名 本来他也有想要离开的 有离职的驾驶的同仁 那因为也因为有这个6000加4000的一个政策 他就继续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大专业市场上奋斗 指南客运也就是不妨多浪 我们也是提供了非常高稳的招募奖金 包含我们所谓的驾驶 还有甚至我们介绍人 我们其实都有加盟到4万跟2万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吃货动的话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持续努力非常多的一个驾驶 愿意来投入我们客运 那我们目前也是就是持续来做一个储备 那当然进来之后的话 交易训练就是我们客运公司的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针对训练的部分 然后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包括我们新训的一个训练 还有我们的行车安全 甚至是紧急应连的一个训练 吉北北桃公共运输定期票 7月1号正式上路 张三正说 桃园的市区客运业者将是工程运输服务中 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要借此让市民减少使用私人运具 并养成搭乘大众运输的习惯 让公车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品质优良的公共运具 也对改善公共运输效率 市区交通以及空气品质 迈向精灵碳排等方面 发挥正面的注意 记者东云飞桃园采访报道